莫子眼前虽然还是那张并美人的恋爱容颜 但灵秀已经没有了 惊魂也已经没有了 身姿淑媚 沙衣轻薄 可透见她双臂肌肤 高腰无间的娟丝长裙 并不是为了显贵 而是为了包裹出柔软的身体曲线 男人们的目光发久不离时 全落在她半路的苏胸上 那里画了一朵金色的梨花 她脸色苍白到透明 相比之下 英纯红的极艳 她漂亮的眼眸望着前方 琉璃灯那么璀璨 却照不亮绝望的心 莫子有点不忍看 挥手拿酒 低头蔓隐 萧薄 别让她看到你 还好 他们的位置并不显眼 若保持安静 可以避过身份暴露的风险 她怎会在此 萧薄让莫子提醒后 浑身一震 往后坐了一些 也低下头 她不是嫁人 坐了平妻 她问她 她怎么能知道 对莫仇的名字虽然熟 但跟人却一点不熟 便是她救过莫仇一命 当时家人心系某郎 根本没瞧她一眼 恐怕如今对面也认不出她了 不忍 只是因为大家都是女人 她跟莫仇也没仇没怨的 看一个人从急胜到急衰 怎能不感叹 不过才过了半年而已呀 若无忧知道 她带如珍宝的 妹妹般的女子落到这步田地 又会有多难受啊 冯时不是她的良人 莫子只能这么说 你该知道 她嫁她 不过是为了对你死心 她其实想跟的是你 本来挺简单的事 因为莫仇的出现 复杂了 我没法娶她的 就算是妾 她跟莫仇说得很清楚 她只是她的知音人 你至少可以帮她从良 避免坏男人打上她的主意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算了 事到如今 也不能说都是你的错 她对自己的草率和清贱 一样令人心寒 明明是自己的人生 却硬要把它交到别人手里 可悲 左右 春梨是我看上的女人 端格兽面色阴沉 可是将军 清楼里的女子 不属于哪个男人 除非你为她赎身 就我所知 将军虽然享用过了 但连一文钱都不曾付过 如今 春梨卖身器在我手上 大元帅也亲眼瞧过 并点了头 我没想到 将军竟然如此在意她 早知如此 我就不买她了 左右这番话虚伪 墨子一听 左右是从清楼里 把墨仇熟出来的 这么辗转 哼 一个汉女罢了 有何在意 端格兽轻蔑一笑 只是本将军尚未玩腻 岂容别人夺去 左右 我也不跟你废话 把人让给我吧 莫愁的歌声 在听到端格兽声音时就停了 又听她要人 浑身抖落筛糠 爹坐在地上 两眼惊惧 大叫出来 不要 她四肢并用 爬到左右桌前 老爷 不要把我给她 她是禽兽畜生 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愿给老爷 做牛做马 请老爷怜悯 那是一目 令墨子 呼吸都难的场景 一则傻书声 为莫愁 摔断腿的故事 当初她当笑话来说 如今真是讽刺 春梨 我花了不少钱买你 你做牛做马也换不了 这样吧 如果今夜 有客人愿出过一千两买下你 我就让你跟他 我看端哥将军 是不会出这么多银子的 左右眼中无情 端哥兽哈哈笑起来 哈哈 我要的人 谁敢跟我抢 除非大帅要 莫子看到那些贵客们 纷纷避开端哥兽的目光 左右该知道 这些人怕端哥 为何还把他们请来出嫁 到底这卖旧母 无良知的奸商要做什么 瞧吧 端哥兽过来 就拉莫愁 莫愁尖叫一声 挥开他的手 拼命往后缩 唉 将军 有话好好说 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动手啊 左右 左右故意为难地叹口气 这样吧 君子成人之美 将军五日前 扣了左某的言传 只要你发还给我 我就将春梨送给你 原来如此 这只老狐狐狸啊 莫子暗骂 端个寿命嘛 老匹夫 搞出这么多花样 原来是为了内武传言 你不是跟大帅长套交情 直接跟他说不就得了 将军扣我的船 难道不是想从左某这里 得些好处 春梨也是残花败柳 等我言传得反 我送将军十名厨子 姿容绝不会在春梨之下 如何 左右 还有众梨 端个寿 细眼眯起 那就说定了 不过 春梨我还是要带走 随将军的意 左右目的达成 大方送人 莫愁疯了一样爬蛮厂 求客人买它 萧维将杯子捏碎了 他毕竟不是铁石心肠 听他的琴 听他的歌 应为之音 他并不看清它 只是碍于家里 实在不能纳它 但他是真心希望 他会遇到一个好男人的 看到此情此景 悲从心中来 莫子也是五味杂陈 情势是不允他们出手相帮的 情势却不能无动于衷 两人心事重重 以至于眼睁睁看着莫愁爬到了他们桌前 客人 买我吧 一千两银子 我一定会还的 我姐姐很疼我 只要我写信告诉她 她会寄钱来 我不能跟那个禽兽走 那样我就活不久了 可我必须活着 有个人 我死前非要见她一面 才能瞑目 莫愁突然瞪大了眼睛 倾心所爱的人 便是她低头不忘 她又怎能认不出来 你 笑 看来是躲不过的 莫子陡然站起来 将莫愁往场中拉 莫愁眼泪啪啪啪落 尖叫着 放开我 放开我 莫子在她耳边低语 你想她没命吗 我们可不是来这儿玩的 可现在也不是你想的那个人 或者 你想大家同归于尽 那就只管叫她名字吧 莫愁还有理智 立刻明白了莫子的意思 紧紧咬住唇 不敢再喊 莫子松口气 暂时可以不用担心身份暴露 端格寿看到莫子那一身气派 再看她相貌出众 虽是男子 却比女子都美得细致 就胸不太起来 你做什么 是啊 她也想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脑袋里乱转 她开口道 那个 我心肠软 看不下去 古人说 莫香惜玉 且窈窍淑女 君子好求 是件好事啊 今夜这般良臣 如此一来真是很煞风景 听说端格子弟文质武功出色 人品更佳 春梨姑娘多半对将军有所误会 与其用强 还是好言相劝为佳 反正 她一个势单力孤的女子 也逃不出将军手掌啊 端格寿 哼一声 哼 哪儿那么多废话 你什么人 我是左援外的表外生 眼珠一转 拉左右下水 表舅 这么多客人在 春梨姑娘闹得厉害 墙送出去 有损名声 不如让她先下去 休养几日 等她平静了 再送到将军那儿 这么一来 将军也不用发脾气 每人自然投快送抱 两全其美 是不是 只能拖延 救不救得了 她没法想 左右成了墨子的舅舅 也不好给脸色看 善笑两声 只要将军愿意 我倒是无妨 不用了 这话发自墨愁的口中 她歪歪斜斜站起身 眼里潮红 云记不知何时散了 长发遮去胸前那朵金梨花 媚气锐简 我今夜就随将军走 不过 老爷可否允我 弹琴一手 你还会弹琴 左右对她时时务 很是高兴 挥手便有人送上古琴 自然允的 将军请上座 墨愁对端个兽又是一服 墨子觉得 他好像要化成一阵青烟了 扶他一把 我方中琴谱送给你 墨愁趁机对墨子低语一声 便挣脱开他的搀扶 坐到琴前 闲动 阴阳 蒸蒸无杂 纯净如雪 墨子坐回萧维身边 看他动容至情 面露悲意 这一回墨愁的琴声 旷世绝股 静若风吹平原 急若雷电交加 轻若雪絮 重若云风 突然 只在千里奔腾 而普照万里的艳阳升起 一只金簪 插在漂亮的细景 眼壁 泪落成霜 他含笑而终 女子们惊呼 客人们变色 左右忙换人上前查看 端个兽冷冷说道 可惜了 本因他这琴声 我想带他好一点的 甩袖走了 萧维不动 墨子不动 他们在这场骚乱中 仿佛是不相干的外人 却是真正的知情人 因为 墨愁的死意 用遗言和旧情 分送于二人 也好 他不必再狗活 萧维眼睛发红 双拳握紧 又鲜血流出指缝 至本节来 还节去 他走的时候 真干净真漂亮 我承认 他是天下第一美女 墨子望着墨愁被抬下 血流进泉水中 淡淡红雾 他们便是救得了 他的人 也治愈不了 他的痛苦 他已经奄奄一息 如今梦园自省 再难忍受 屈辱和污秽 他提到 他房里的琴谱 说是送给我 等一下 让赞进 他们去看看 墨愁也认出 他来了呀 燕散 春梨不再 你们想去大球 做米面买吗 左右对墨子 和萧维的身份 有点怀疑 但他叫人问过母亲 已经确认不错 自家老娘 总不会害他 而且带船带人 实在算不上难事 他的伤对大 每回都有人 求上门来跟着 正是 萧维简短答道 米面 大球不算最缺 倒是这里价钱很高 左右摸摸胡子 墨子想 难道左右 还是不肯让他们跟船 你们那一千蛋 卖给我如何 左右的提议 出乎二人意料之外 如今市面上 米价 为一百五十文 我用一百七十文收 萧维看看墨子 买卖米面的借口 是他最先说的 他却不知船上 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 因此也不好贸然说话 左右注意到了 按道这兄妹俩倒也稀奇 哥哥要看妹妹的眼色 想来妹子是个十分能干的 信上说的是兄妹俩 而兵荒马乱的还是如此绝色的女子 女扮男装出来走动 她也不奇怪 市面上虽然卖一百五十文 不过米铺子多卖空了 我从南面来 一路只见价钱上涨 便是有钱都无处买去 大户人家都在囤粮 私价已经到二百文了 照此下去 卖到三百文也未必止得住 墨子可不是无根据乱说 打着卖米的旗号 自然要事先做好调查 左右又是试探之意 见她说得头头是道 心下又松了一分 笑道 啊 坏声女果真懂行啊 你舅舅也跟你说实话 玉玲米商如今多从我这拿米 我说卖多少价就是多少价 一百五十文 有价没米 下个月二百五十文 他们想把铺子开下去 也得照给钱 墨子面露净福之意 舅舅不愧是玉玲巨骨 外甥女受教了 大哥和我今后 仰仗舅舅之处还多 且千大米 为时算不得多 就照舅舅的意思吧 他其实嫌累赘 处理掉正好 左右再次对墨子另眼相看 都是一家人 我也不会让你们吃亏 米 我收了 你们船上 碰出来的一千弹 货买些捐丝瓷器先填上 至于下家 包在我身上就是 少不了你们赚的 回来时 可以帮我带货 赚了 就归你们自己 墨子很是高兴 多谢舅舅 不知船队何时出发 我们也好提前准备 免得耽误舅舅行程 你们也是赶得巧 这回我正要亲自带队过去 后日出发 确实要早做准备 左右这才正是允诺 有很多事得抓紧打理 今夜恐怕不能留在舅舅家中了 墨子迫切站了起来 明日一早 我让人把米运过来 这倒不必 我会派人去 银两道时一并结清就是 左右也不强留 端茶而送 我在送张明帖给你 你带着他去治货 别人多多少少会给点面子 尤其是这么赶的时候 车马出了左府 钉斗递给墨子一本琴谱 墨子翻过 薄薄十几页的纸 他是古代阴芒 完全看不出意思来 稍微应该懂 但他拉帘一看 他背影萧索 魂魄抽身的模样 他赞不好开口 就这么一本 他先问丁狗 将琴谱抖了抖 里面也没夹东西 只有一个包袱 除了衣服 就这本琴谱 我已经瞧过了 没什么特别的 也许是他珍藏的东西 准赠给你 丁狗送送肩 虽然是首很平常的曲子 墨子眼一亮 你会看婆 废话 谁不会看婆 丁狗斜腻着他 我不会啊 尽管看出他的得意 墨子老老实实承认 没什么丢人的 这年头的音乐 不会让他这个千年后来的人喜欢 一呀呀叮咚叮咚 节奏感都找不到 这是首出游踏青曲 前面是谱 后面是词 丁狗说归说 还是挺积极的 轻声哼唱两句 然后皱眉摇头 墨子问道 怎么 丁狗歪头 按词来唱的话 这谱缺几个音呢 奇怪 琴谱也不算旧啊 他指着一处不明显的缺空 这里 本该唱帘的地方 少了音 帘 墨子直觉有问题 这本琴谱的字迹捐秀 可能是墨愁自己写的 他的琴迹明满天下 写谱怎么可能会缺音 丁狗 你把整个曲子给我唱一遍 然后把缺音的那些字 告诉我听 丁狗垂眼想了一下 再抬起 目光中难言佩服之意 但他不擅长说好听话 轻轻嗓子 从头唱了一遍 莲花寺 正名石碑下 他将字连了起来 事不宜迟 丁狗 你速去东城莲花寺 墨子拿出铅笔 凭记忆 在纸上大致画出方位和街道 正名石碑 就在寺庙后面 碑林前的第一块 丁狗点头 拿过墨子那张图 飞身上了 萧维其中一名亲随的马 拎起人 往地上移放 剑马一用 呵呵两声 急驰而去 对 对 对